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个闭关修炼100题 这个11题 那前面呢咱们这个8到10题呢 都是这个数列极限的 那这个地方的11题是一个函数 函数极限 它实际上呢是按定义呢 去求一个二阶岛 但是这个题目呢 跟前面那个第10题啊 有它类似的一个地方啊 10题啊第9题啊 其实都有类似的地方 就是说呢有两问 第一问呢为第二问啊 就是做一个台阶啊 那实际上呢 这第一问啊 是这个2009年的啊 哎 这个2009呢 它的这个真题 真题就是呃 也是那个这名题的第一问啊 就就这样子的啊 就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啊 其实在有一些这个呃 教材上啊 或者有一些这个资料上呢 就把它当做一个呃 重要的结论啊 就是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呃 一个函数呢 在一点处 它是呃 连续的 是吧 这个x等于0呢 其实可以搞成一个 x等于x0的也没关系啊 就是任意的一个点 然后呢 在它的这个呃 领域啊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右领域啊 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呃 证明呢 只这么一半啊 就是右导数啊 右导数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呃 导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导函数的什么呢 右极限啊 导函数的右极限是存在的 呃 然后让我们证明呢 这个呃 右导数啊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啊 右导数不是不是导数的右极限啊 但是呢 在这两个条件之下啊 就是如果这一点是连续的 然后再加上的这个呃 导函数的右极限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右导数呢 就等于这个是吧 导函数的右极限 呃 这个呢 呃 早年已经考过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再啰嗦一句啊 就是呃 我们呃 教材上啊 就本科教材上啊 或者说大纲要求的啊 这些基本的结论啊 如果他的证明不是太长的话 呃 建议大家呢 就把它记住啊 就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证明 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啊 还有这个什么呢 呃 像我们的这个定级分中资定理啊 啊 等等这样 变线级分的导数啊 这些呢 其实呃 在早年已经考过了啊 当然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 你你比如说 啊 罗比达法则呀 对吧 啊 等等一些啊 一些基本的一些啊 这些结论呢 比如说科西中资定理啊 等等这些是吧 他没考过的啊 以后呢 呃 说不定可能会考啊 所以这些地方呢 呃 建议大家啊 一些重要的结论啊 一些基本的呃 定理啊 他的来由啊 如果证明不是太复杂的话啊 建议大家把它记住 好了 这些第一问呢 对第二问是有帮助的啊 所以第二问呢 相对比较复杂啊 设的这个函数F呢 是一个分段的函数啊 那既然分段的话呢 那可能就要考虑左右了 那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一的结论 可以去推广一下 是吧 你马上就可以得到啊 如果这个呃 连续啊 左导数的极限存在的话呢 那你啊 φ一撇 是吧 他的左导数啊 这φ在零处的左导数 他就应该等于什么啊 再自己琢磨一下 是吧 当然就等于x 去向于零的左边 啊 FAPX 对吧 好 当然前提是啊 把这条件改一改啊 连续啊 在左领域内 是吧 可导啊 那这样的话呢 啊 左导数就等于导函数的 左极限 好了 那这个第一问呢 呃 证明方法有好几个啊 证明方法有好几个 一个可以用这个 纳格朗日来做 另外一个呢 也可以用这个啊 诺贝达法则啊 这个呢 简单给大家写一下啊 第一问比较简单啊 那按定义来写就行了啊 这个 右导数啊 很多学概念不清楚啊 现在把这个 趁着这个机会啊 概念呢 把它搞得更清晰 明白一些 是吧 范X减去范X0啊 就范0 对不对 比上X减去X0啊 X减0嘛 啊 这就是这个 呃 导数的定义 好了啊 按照这个条件啊 这条件其实是一点都不能少的啊 X等于0处连续 连续的话呢 范X减范0极限就是0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0比0形极限 啊 所以这个连续的这个主要的啊 作用呢 就是啊 可以用诺比达是吧 它是0比0形为0式 好吧 然后呢 分子分母呢 都可以导啊 可导指的是什么呢 领域类可导啊 并不要求这一点处可导 不要求X等于0处可导啊 所以这也是你复习这个 诺比达法则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啊 那我们就用诺比达法则 分子分母呢 都求导X去0的右边 OK 啊 这个过程非常的简单 啊 分子的导数是5点X 是吧 分母的导数呢 就是呃 1 好了 那那那不就这个结果吗 是吧 就是这个 导函数的 是吧 又极限 好了 那呃 当然呢 你也可以这样子啊 那翻译点0啊 你你也可以这样子啊 就通过他啊 通过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这样子 呃 这是 某些资料算也会讲啊 你可以用那个什么 哪个等日中子定理 发一别可C 是吧 呃 乘以X减0 是吧 那可C呢 是介于这个0到那个啥 X之间 好 现在呢 是右极限啊 所以这个介于直接可以写大于0小于X 好了 然后呢 你再把X减0一除 是吧 那那那也就OK了啊 那你这么一除吧 直接写到这一除了啊 除 对吧 对吧 我就一除 除为X减0 那那就是 翻译点 可C 啊 可C大于0小于X啊 那这个 呃 X趋于0呢 也就是可C趋于0 是吧 他就是啊 他就是趋向于那个什么极限 是吧 OK 这是第一问啊 第一问的比较简单啊 所以我们这个就这么说一下啊 方法其实还还还不唯一 是吧 可以用这个呃 诺贝达也可以用这个呃 那个党日 好了 那同样的道理啊 同理 所以你这个地方可以推广一下 同理啊 如果这个呃 连续啊 在这个呃 左领域类可导啊 而且呢 导函数的左极限存在 那么这个左导数 就等于导函数的左极限 OK 好 呃 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第二问啊 那我们就用一个空白页了啊 那第二问呢 他还是比较麻烦啊 这F呢 分两段 X小一等于0的时候 是这样的一个呃 变现积分啊 大家可以看到 是觉得这些比较复杂啊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 呃 内层是一个变现积分 外层又是一个变现积分 呃 那实际上呢 可以把这个看作一个什么呢 呃 GU 是吧 你可以把这个0到U呢 FTDT 反正是U的一个函数啊 所以大家这个要学会抽象啊 很多东西 那这样最终击出来的就是X的函数 那那实际上 呃 内层函数是一个变现积分 是吧 外面的又是一个变现积分啊 我们去求导的话 直接把这个U换成X就好了啊 所以这个这个呢 呃 倒并不难啊 呃 但是呢 这个X大于0的时候呢 它里面呢 哎 既有X又有T 那这个就就麻烦一点啊 所以这个第二段X大于0的话呢 你必须要做一个换源啊 把这个呃 自变量呢 变到这个积分线上 或者积分号的外面去啊 这是呃 这类问题的一个基本操作 是吧 基本操作 立续如此 好 那我们 一个来看啊 先看这个X小于0的时候 是吧 啊 X小于0的时候呢 那F1撇就直接来了啊 F1撇 它是哪啥 0到X 呃 其实这个并不复杂啊 别把他这个自己吓自己啊 你特别这个做题的时候呢 呃 胆子比较小 胆子小 它其实是有原因的啊 胆子小呢 实际上是你这个 呃 关系啊 没搞清楚 是吧 还说关系啊 这方面的这些 呃 基本功不是太扎实 啊 实际上那变现积分 直接把这里面的U呢 换成X就好了 啊 因为这个就GU 是吧 所以直接就是0到 X FT DT 就他啊 就他 所以X小于0的时候 直接就这么来 好 那X大于0啊 注意这个我们写啊 我们写东西说一定这个 把它这个整清楚 那 X小于0的时候 直接啊 在这个区间内部 直接用这个公式法 或者是一般的这个规则啊 去计算就可以了 啊 那同样的X大于0的时候呢 直接用规则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F呢 去做一个 做一个变形 是吧 F1X到0 那这个 我们直接求是不会的啊 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明白啊 就是有的题目呢 直接一算就好了 但是有的情况下 那你必须变形啊 否则的话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是吧 啊 那我们变一个什么形容 令X加T等于U 啊 或者是X等于什么呢 嗯 X等于这个U-T 是吧 啊 换一下 换一下的话呢 这样 哎 我们就可以啊 把他这个 T sorry 就写好一些毛病的啊 T等于什么呢 这也是 呃 这是什么呢 U-L sorry 这变量 这个记号 记号怎么写 当然先就说 那我刚才写X等于T 呃 U-T 那也是对的啊 但实际上那个不严谨 啊 因为这个地方的积分变量 是是是T 是吧 我们现在是T和 呃 一个新的字变量 U的关系啊 应该应该严格的 写了写成这个样子 好了 那那现在呢 基本变量变成了U 对吧 那T等于负X的话呢 U等于0啊 那那T等于0的话呢 U等于X 上下线 换圆图式换线啊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然后1加上 X加T呢 是等于U的 1加FU OK 那这个DT呢 就是DU DU-X 这个DX等于0的啊 好了 现在 哦 这个积分变量都跑到 是吧 啊 自变量X跑到外面去了啊 这里面已经没有X 好 那我们就可以去 求个导了 对吧 那这里求的话呢 F1-X就变全积分求到 直接把里面的积分变量变成质变量啊 那就是LOD OK 1加上FX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 大于0和小于0 对吧 小于0和大于0 但是X等于0的时候呢 哎 这个等于0的时候啊 其实就要用到1了啊 我们实际上要根据那个1啊 我就写的快一点了啊 根据1的话呢 那它的右导数 右导数就应该是等于 这个F1-X的右极限 是吧 右极限看题目的条件啊 题目里面条件呢 说这个F0和F1-0呢 题目的条件啊 把它放在边上 F0和这个F1-0 它都是那个啥 0是吧 啊 那这里面这个条件 看好题目啊 这很重要的啊 那既然F0和F1-0呢 都是0啊 这个F5是连续的啊 那X去0正的话呢 就是Law1加F0 对吧 啊 这个F1-P 所以呢 它就是 Law1也就是0 好了 同样的道理啊 同样的道理啊 那这个左导数 左导数也可以用这个 当然你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用这个导数的定义去做啊 用那个什么F5去 减去F0 是吧 FX减去F0 比3X减0 那样去做也可以啊 但实际上呢 我们还是直接用第一问的条件吧 好了 X小于0的时候呢 这个细算极限 那上下线把0变成0 这个这个是永远是 呃 等于0的是吧 这个这个是没问题啊 只要F可击的话 那0到0几的 那它当然 呃 就是0 好 所以这个 啊 总而言之 也要总之 是吧 那 那 这个F1减 X这个导导数 就被我们算出来了啊 那 X小于0的话呢 它是0到X FTTT X小于0 好 X大于0的话呢 它是Lawen 是吧 这是1加上FX X这是大于0 好 它等于0的时候呢 它是等于0的 它等于0的话呢 实际上 你把它放在哪都可以啊 你放这也是对的 你放这也是对的啊 所以这个这个无所谓 你就把它放这吧 啊 就就没关系啊 反正 这个呃 0它既符合这一段 0到1基本等于0吗 也符合这一段 把Lawen一加F0 也等于0了啊 好 这是这个F1减 X啊 被我们这个算出来了 好 那现在的话呢 就要去求这个 F2减0 啊 F2减0的话呢 呃 本来应该是F2减X的 什么右极限左极限啊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求F2减X了 啊 这个地方呢 只用定义去做就好了 那X去这个0是吧 F1减X 好 把这个熟悉一下啊 这个二阶导 其实也没什么的啊 二阶导不过 就是一阶导的导 对吧 好了 那由于这个呢 又是分段了啊 所以呢 我们要去算这个 右导数 啊 去林正 它的函数值是Lawen 1加上FX 对吧 F0我就不写了 F0就得0的啊 比上X减0 就比上X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 用一下等价无穷小 是吧 那一下等价无穷小啊 Lawen加FX等价于FX 用FX呢 是趋于0的啊 这没问题 那X分之FX 好了 那这个不就是 写一下啊 这就减去F0吗 对吧 定义啊 F0是等于0的嘛 这不就是F1凭 如果严格的写是右导数 好吧 右导数 对吧 右导数呢 就是 等于0的啊 因为F1凭0等于0 然后呢 我们这个左导数 对吧 左导数 那次的写啊 左导数就等于 左边这个 X去0的左边 好了 哦 sorry 这是 左边 那0到X FTDT 减去 减去0 又是那个啥 是吧 比上X 好了 现在又是0比0 那你就去用什么 用诺贝达法则 诺贝达法则 落一下就可以了啊 分子分母都可以求导吗 对吧 那分子求导 就是F4分母求导 那就是1 好了 它又是连续的啊 这不就是 FX的左极限吗 左极限等于函数值吗 好了 那 由此 是吧 左导数啊 这个是 呃 一阶导 二阶导 这是 两片 是吧 两片啊 二阶导的左极限 不是二阶导左极限 呃 二阶左导数 二阶右导数吧 啊 是吧 这是二阶左导数 OK 二阶左导数都等于0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 以来总之 总而言之 那 二阶导 呃 呃 现在就等于 零了 嗯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呃 十一题啊 这十一题呢 跟09年的考验题啊 啊 是有关联的啊 有渊源的 但是这个第二问呢 呃 相对于早年题目来说呢 那那要难多了 对吧 那要难多了啊 第一问就是引用 呃 09年相关的一个结论啊 你用诺比达法则啊 或者是 呃 纳根党日都可以处理 而这个地方呢 呃 第二问的话啊 我们二阶导 二阶导呢 我们去 用这个 呃 一阶导 一阶导数呢 我们嗯 可以用第一问的结论啊 去在零点处 我求穿啊 二阶导的话 用定义去处理 OK 好 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 呃 一关修炼的第十二题 呃 这第十二题的话呢 应该说 呃 是有这个相当难度的啊 以前就没怎么见过 这样的题目啊 这题呢 应该说 呃 是很有新意的啊 很有新意 是这样的一个分段函数 啊 分段函数啊 上一段 x小x0的时候呢 它是呃 一个二次多项式 对吧 x大等于x0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 呃 双属线 x分之一 好 所以这个分段的话呢 呃 处理起来就相对的会麻烦一些啊 这个应该说 这个题目 呃 还是非常考验人的啊 那再点x的x0处 它是连续的啊 那既然这个连续 所以条件要用上啊 连续的话呢 那么这个左极限就要等于右极限啊 所以由这个条件的话 立马就应该啊 写一写啊 就二分之一 在这个x0处 它不是连续吗 那左极限呢 就等于 右极限 对吧 好 这就是函数值吧 对吧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a和x0的关系给写出来啊 所以这个a为带定的常数啊 其实这个带定呢 呃 它是跟x0是有关系的啊 这样的话呢 把它这个代理去算一下啊 那就是x0分之2啊 加上x0的屏风 对吧 比较简单啊 所以这个a呢 也不是一个任意的 一个任意的数 然后g取线c啊 这个自己看好啊 这题目它不给我画图 不给大家画图的话呢 大家这个自己要在心目中的 把这个图给画出来啊 或者说自己画一个草图 对吧 这很重要的啊 就几何形的题目的话 这个图画得有毛病 经常是做不下去的啊 外的fx再点这个m啊 m呢 就是这个分段点 是吧 x0x0处的左切线 啊 这个很有特点 左切线啊 是l负 那右切线呢 是l正 那有位置意的话呢 这个呃 左边和右边的话呢 呃 通常是不一样的啊 通常是不一样的 那实际上第二问呢 他又说可导的时候 是吧 第二问呢 是第二问的情况啊 右切线啊 左边跟右边啊 分别 即为l减和l加 好 然后看清楚啊 并分别记 嗯 这个是呃 千万不要怀疑啊 就是我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怀疑怀疑啊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线来围啊 实际上呢 他是啊 有情况的啊 有情况的啊 所以大家自己在做题的时候呢 呃 一定要把题目審好啊 由这个C呢 左 左切线 以及外轴啊 为出的一个区域第一啊 C 对吧 右切线 还有直线 X等于4 还有这个X轴啊 GX轴啊 有很多同学这么一想就觉得奇了怪了 对吧 你这个呃 C L加 X等于4 他似乎就能为啊 有很多如果图画的不是太那个什么的话啊 不是太太准确的话 你可能说是三条线就能为了 还有X轴干嘛啊 实际上这待会就看了啊 这非得要X轴不可啊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慢慢去审啊 啊 他的面积呢 分别是S1和S2 这个都没什么事啊 有两问 因为呢 让你去求 这个S1加S2 他最小的X0啊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最值问题 啊 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当然是呃 利用这个函数关系去求导 是吧 单调性呢 金子最值啊 就这么去处理 是吧 啊 那第二问呢 他这个是加了一个条件 是吧 加一个条件可导 那可导的时候的话呢 哎 那这个去求啊 所以这个实际上啊 实际上第二问 呃 可以脱离第一问 有时候去做一种啊 因为这个可导啊 就可以把X0和A求出来 那至于这个S 你求不出来出来吗 那那 那就看第二问你自己的造化了啊 所以你第一问 即使有时候呢 没有做全 那第二问呢 未必不能做啊 这一次在考场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啊 在考场上的话 大家一定做题的时候 要去尽全力啊 很多时候 你第一问做不出来啊 或前面的这一问 做不出来的话 未必代表你后面 他也不能做了啊 所以这个呢 大家要去这个 注意一下啊 注意 好了 那我再来这个写这个过程了啊 我们把这个翻过去啊 这里面空白太少 好 咱先把这个 先画个图吧 先把图画出来啊 这个图其实是很关键的啊 画一个初恋图 OK 那这是一个抛物线啊 开口是朝下的啊 开口朝下的 好了 一个左边 一个右边的情况 X0是大约0的 什么的啊 就画这个半边就可以了 这边 对吧 好 假如说这是X0 然后这是 抛物线 OK 抛物线啊 这是一个双曲线 啊 这个切线呢 这样子 左切线 是吧 然后 右切线 好了 那 跟这边一围 外轴啊 什么的 C 是吧 这是C啊 这是C 这是L减 是吧 这个呢 是L加 这些是L加 注意这个是 焦点 这边是4 所以这个很关键啊 其实这个焦点很关键 啊 这个焦点 它实际上是比4要小的啊 我们一会儿来看这个事情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啊 所以这个题目呢 还是很有一点搞头的啊 那 所以这个右边的这个S2啊 实际上呢 分成了两块 一块是他 一块是这 对吧 啊 所以这个地方 呃 画出这个所谓的草图来的 这个是非常的 关键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这题目呢 呃 我觉得啊 我觉得还是还是有相当的啊 有相当的一个难度的 好 那我们呢 现在把L件 还有加给写一写啊 那这个 左切线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 斜律 斜律是他的这个呃 左导数 是吧 左导数呢 是负的 负的X0啊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 就是这球导吗 就是负X 那就负的X0啊 呃 所以斜律啊 点斜式吧 呃 X 减去X0啊 这就是 左切线 那 右切线呢 呃 右切线 那也点斜式 Y减去Y0 等于K K的右一道数 右边都是X分之一 X分之一 导数是负的X平方分之一 是吧 所以这个呢 是负的X的0的平方分之一啊 X减去X0 好了 很关键的啊 很关键的就是这个右切线和它的焦点 这个太关键了啊 所以有很多学这个说 你不需要这个X轴的帮助 也可以把它这个呃 给整出一个那啥来吗 对不对 其实未必啊 所以这个L加啊 与这个X轴的这个焦点 这个至关重要 好了 来看一下 这个L加的话呢 Y要等于0啊 Y等于0 Y等于0的话 X减X0呢 是等于X0 是吧 把它挪过来啊 所以这是两倍的X0 这个0 好 看题目的条件啊 所以这个审题真的是特别的关键 X0是大于0小于2 啊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两倍的X0是小于4的 哇 这个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信息 他小于4 小于4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这个 X轴的帮助啊 里面X轴的帮助的话 他分不起来啊 所以这个题目出的 我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呃 严谨啊 非常的严谨 好 那有这个题目的条件啊 有这个条件 这个是要要记住的啊 A呢 是等于X0分的2 加上 是吧 X0的平方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 呃 S啊 就是三个 三块啊 这个地方也分了一下 对吧 S呢 就是三个他的 小块的核 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第一问啊 我们就可以 去写了啊 前面这个 叫做一个那个啥吧 啊 你也可以把它写过来啊 就L1 L那什么的啊 那这个S1 左边啊 左边的话呢 这比较简单 是吧 0到X0啊 上减下去积分 是吧 这这个不难啊 上面的话呢 它是呃 X0分之一啊 把那个L减啊 它的方程写出来啊 Y呢 等于X0分之一啊 然后呢 减去X0倍的X 是吧 然后再加上X0的平方 好了 然后你减去下方的啊 下方这根线是 二分之一A A的话呢 是X0分之二啊 加上X0的平方 那么A减X平方 OK 好 去积分 好 这个呢 我给大家写一下啊 就是0到X0 OK 那二分之一啊 这是算一算啊 X0的平方 画一下减啊 加上二分之 X的平方 减去这个X0 X 好 这个是呃 该消的消 是吧 就X0分之一 和X0分之一 也消了啊 那这个X0的平方呢 减去是他啊 这是 还有一个二分之X方 就这个啊 所以这个呢 分别去积啊 再多向式积分 还是不难的啊 积出来呢 是六分之一 X0的三次方 啊 先把这个S1算出来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去算那个S2 S2呢 分两段了 是吧 先从X0到两倍的X0 OK 嗯 然后是上减下啊 上面的话呢 是这个 双曲线 下方的话 是这个直线 是吧 X1分之一啊 然后减啊 再加过来 加上X0的平方 分之X4 又减去X0分之一啊 去积分 然后呃 加上是吧 嗯 两倍的X0的到4啊 现在就是那个 双曲线X分之一了啊 这个 来 好 去把它算出来啊 这个前面的这个算出来呢 嗯 是这个 Lawen 2啊 减去 二分之一 这个不难做啊 嗯 因为这个 X0分之一 这个区域就是原码数 就是Lawen X 对吧 那这个呢 就是二分之的X的平方 这这个消啊 这就不难做啊 简单的算一下 Lawen 2减去二分之一 然后再加上 这个是Lawen X Lawen 4 对吧 出一个Lawen 4 再减去Lawen 2X0 那又减去一个Lawen 2 再减去一个Lawen X0 好了 呃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算出来了啊 这个Lawen 2和Lawen 2 消掉了啊 那就Lawen 4 减去二分之一 再减去Lawen X0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S1和这个S2呢 就算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整个的S 是吧 OK 那S就是两个相加嘛 6分之X0的三次方 加上Lawen 4减去二分之一 这两个数都好说啊 这都是常数 减去Lawen X0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去求它的最大值 那去求导就可以了 S1'X0 是吧 它等于 去求导 那三和六 消一个 就是二分之X0的平方 那这个呢 是减去X0分之一 好了 所以它等于0的话呢 当且紧当 啊 X0的三次方呢 是等于2 所以X0呢 等于三次 根号2 好了 唯一的啊 如果是由这个 呃 实际问题的话 你甚至可以直接得结论了 但是呢 为了我们数学的严谨性 那你还可以求个二阶导 二阶导的话呢 呃 它是这个 呃 X0 是吧 然后再加上 X0的平方分之一 OK 那是大于0的 所以呢 确确实实是最小值 啊 所以呢 这个 S 呃 在这个 X0等于 三次根号2处 啊 去 最小值 好 这就是第一问 啊 我们就 呃 搞定了 对吧 好 然后这个第二问 就相对比较简单了 啊 第二问就比较简单 但是呢 我先把这个前面的 S1和S2 给插一插 因为这没位置 就把S1插了 就够了啊 好了 这是第二问 这也写个第二问 哎 那FX 科导 科导的话呢 当节紧张 首先它要是连续的 对吧 连续的 A等于 X0分之二 加上 X0的平方 啊 另外一个 左导数和右导数 相等 是吧 好 左导数是负的 X0 呃 我们就把这个X0算出来了 So easy X0的三次方等于1 那它就等于1了 对吧 然后A的话呢 就是2加1了 就是3 好了 其实要去算一下那个S 对吧 其实的S就是 我带你去啊 这是六分之一 啊 加上Lon4 减去二分之一 呃 这这Lon1等于0 是吧 所以是Lon4 减二分之一 加六分之一 就减三分之一 好了 那这题目呢 我们就 做完了 啊 嗯 这题呢 相当漂亮啊 可以说大家 开了眼界了啊 开了眼界了啊 就是左导数 右导数 是吧 就是左切线 右切线啊 居然还出了这个情况啊 所以这个 就是一个 是吧 另外一个啊 就是定级分呢 求面积 是吧 就是面积啊 就是定级分的应用啊 所以这个题呢 应该说 呃 有相当的综合性 是吧 还有一个最值问题 好 这个题有好坏 是吧 做法有好坏啊 所以大家平常的自己要多多的去 去积累这样的一些好题目啊 好题目和好的想法啊 以后你遇到类似的啊 或者说有一些变化的题目的话呢 呃 你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困惑啊 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对吧 所以这个题目啊 一个图 要比较的清楚 是吧 就心中要有图啊 然后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题目 他的每一个设问 他的每一个呃 想法 是吧 每一个每一个 就精心的设计啊 在我们的这个解题的过程中 怎么样去啊 去使用啊 去利用 好了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3题啊 呃 这个13题呢 相对的就相对的会一致一些了 哎呀 这这个呢 也是呃 早年类似这种题目是考过的啊 那是一个什么1的n次方 那个什么切线啊 也是算过一个类似的 就算切线的 是拮据啊 然后去算一个呃 相应的极限啊 所以这个题目呢 呃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化 所以不难啊 所以我就直接说了 Y等于他年次的n次方 在s0四分子派出的切线啊 然后有个拮据啊 这个Y那些绕啊 然后呢 要算这个数列极限 YXN 对吧 带你去是函数值 函数值呢 带你去就就就数列嘛 对吧 跟有关系的一个数列 好了 所以这个我们 快一点讲啊 那这个切线的话呢 我们先看它的呃 导数 就是斜率 Y等于负和含球导 N倍的担计X的多少 n解一次方 再乘以什么 担计X的导数 那不就是c跟X的平方吗 对吧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呃 再把这个四分子派带你去 比较简单啊 四分子派 它你四分子派等于1啊 sec四分子派呢 是等于啊 根号2啊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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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分子1嘛 cos 它是根号2分子1 根号2 所以就是2n 啊 所以先把这个算出来啊 所以这个切线呢 切线的方程 那点结是 Y减去 哦 这个Y0等于1 是吧 等于K倍的 K就是导数 乘以X减去X0 就它 好了 那个结句 啊 这个结句呢 直接写 是吧 这结句呢 就是Y等于0的时候 Y等于0的话呢 把X带你去 那Y等于0 X减四分子派呢 等于负的21分之1 是吧 所以这个Xn呢 是等于1 呃 四分子派 对吧 四分子派 sorry 四分子派呢 减去2n分之1 OK 就它 好了 所以你要去求 求的东西表达式 就可以写出来了 是吧 YXn 代去 n去无穷大 好了 tanent 是吧 X 不是X 就是那个四分子派 减去2n分之1的n次方 好了 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1的无穷大次方形 未定式 好 1的无穷大次方 未定式呢 有所谓的一台起法 直接写就是一 那一块写啊 n去无穷大 这个指数 n直接写在这 分母去减1 tanent 这是四分子派 减去2n分之1 啊 减1 OK 好了 然后呢 我们 有这个什么呢 啊 这个 合角公式啊 tanent alpha 减β 对吧 呃 tanent alpha 减β 等于那啥 啊 等于什么呢 tanent alpha 减去tanent beta 所以是1 啊 减去 那谁 是吧 tanent的2n分之1啊 我们把alpha看四分子派 然后分子1加上 是吧 tanent alpha tanent beta 啊 那tanent的2n分之1 好了 然后再减个1 好了 减1之后呢 去通分啊 再写这儿 n去无穷大 n乘以 啊 1加上 tanent的2n分之1 大家可以看 1减去它 再减去1加它 是吧 这是负2倍的 tanent的 好了 这个分母极限 是个1了啊 1加tanent 二分之1 就不是1吗 然后这个用等价 无穷小啊 直接就那啥 tanent的alpha 等价于alpha 是吧 tanent u 等价于u 用tanent u去0 n去无穷大 n乘以负2倍的 啊 就直接用 等价无穷小 二分之1 好了 结果是 负1次 好 这个地方有一个 所谓的一台起啊 有分学呢 这个不太 不太熟悉的啊 再写一写啊 所谓的一台起法是 这样的啊 所谓的一台起法是这样的 啊 那 fx的极限是1啊 只要这个fx的极限是1 那 所谓的1的这个新次方式啊 就就可以啊 所以我们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广啊 就等于1是吧 g乘以那啥 f-1 直接这么来啊 当然前提是这个g乘以f-1的极限是存在的啊 或者是正无穷负无穷也都行啊 因为正无穷的话就是1的无穷大 是吧 就就是正无穷 1的负无穷的话 今天就是个0啊 所以现在我们不需要别的一些东西啊 就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底数的极限是个1啊 然后呢 这个指数乘以底数减1的极限是存在的 或者是正负无穷大 呃 这个呢 呃 都可以 啊 都可以 好 那这个今天的呃 我们的内容就给大家呢 讲到这里啊 就是呃 闭关修炼100题啊 闭关修炼100题 这题目呢 应该还是啊 非常的非常的不错的 那最后呢 给大家呢 呃 留一个作业题啊 大家可以 做一做 这一点啊 借于我们这个前面讲的呃 这六个题里面呢 这个数列极限的应该是赚绝大多数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是来一个数列极限的啊 那我们设 这个F4E呢 等于1啊 F4N加1呢 是等于 是吧 1加 这个题目 大家一写 大家就知道用什么方法啊 这是什么呢 对推式 对吧 啊 这我就不再提示了啊 自己可以试一试啊 让证明一下 证明这个数列极限的 是存在的 啊 并求知 OK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